香港于2014年9月底爆发历时79天的非法战中 4月24日,该案被起诉的主要策划及组织者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听取判刑 其中4人被判即时入狱 另一被告陈淑庄因脑部或需做手术 延至6月10日判刑 所有9名被告早前已被裁定 篡谋做出公众反扰 善获他人做出公众反扰等罪名成立 非法战中3名发起人 戴耀廷、陈建民和朱耀明均被判判16个月 当中朱耀明获两年缓刑 戴耀廷及陈建民即时入狱 非法战中4名组织者 邵家珍、钟耀华、黄浩明、李永达 均被判判8个月 当中钟耀华和李永达获缓刑两年 邵家珍和黄浩明即时入狱 另一名组织者张秀贤被判200个小时社会服务令 本案备受香港社会关注 判刑当天一早 不少市民手持严惩搞手、环武法治等标语的牌子到庭外 要求法庭依法严惩救命被告